老闆无缘无故解雇我 又不给我资钱费 难道我只能忍气吞声吗 再无问题无法解决 银行又要对我强制执行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我爸爸被车撞了 人躺在医院离婚迷不醒 对方耍赖不赔钱 我该怎么办 警察先生 我没有卖毒品 我是冤枉的 我可以找律师帮我吗 我被老公打 我想要跟他离婚 又没有钱请律师 要怎么办 只要您有法律问题 就让法律辅助基金会 来帮助您 欢迎收听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空大法福 处处贴心 法律辅助理性相庭 今天是一个新的声音 又到了每周二的主题单元 法律你和我了 今天天宇在法律辅助基金会 访问到法务处的专员 陈明元陈律师 是一个邹族的帅哥 那先问邹族帅哥 现在原住民族有几族 目前官方认定的是16族 答对 还好你有跟上时事 那请问最新的两族怎么念 最新的两族 它是原本的南州族 一个是叫做 一个叫做 可是 其实比较怪的是 因为我们都叫它 可是它在实际上面认定 叫做 所以我们也搞不懂 为什么两边会有差距 我以为你会咬到舌头 因为很多媒体 不晓得怎么念这最新的两族 那个有点绕口 再失败一次好吗 跟沙瓦路啊 沙瓦路啊跟沙瓦路啊 对 这是从原本的邹族分支出来的 还是他们原本就存在 但是一直都没有被裁认 它是从 它确实是从 州族我们县居地 搬到那地方去的 因为我们跟它差蛮近的 然后他们是 因为他们后来成为两个亚族群 然后他们又跟当地的 像布农族 排湾族有混到 然后衍生出新的 我们讲说新的族群 然后他们也有自己新的语言跟文化 虽然说语言的上面是有点雷同 那可是我们还是会认为说 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了 其实我们是有比较亲的关系 可是因为现在是说 他认为他自己不一样的话 那我们也是尊重他们的想法 可是我们都会认为说 他其实就是早期的南州族 可是他们现在是独立出来了 这样子 听说是采认新族群的标准是 语言文化技艺都不一样 对 对 就是我说刚刚说 就是语言现在已经有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 布农语的东西都会在里面 所以他们有衍生出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语言 那可是在有一些歌谣上面 或者是说老人家在对谈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对 其实我们的语言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会相通的 好 拷问完毕 好 我们回到这个最新的原住民时事 那经常原民议题或者是原民时事 浮上新闻版面的时候 通常都是负面的 那真的是有点遗憾 每次法律你和我要请到相关的律师 来谈原民议题 我们都要先以社会新闻来讨论 这个最近这几个月的 那又是听说动保法修法 也跟原民有关 对 就是前阵子 他发起是那个孔文集立委 对 然后在 确实在公厅会上面有非常猛烈的交火 对 那时候也有在现场稍微看到一下 这样子 对 好 那其中动物保护法 为什么会跟原民有相关 是不是延伸到了狩猎 或者是这个传统领域呢 对 因为现在按照目前的野生动物保育法 21条 它确实21条之一 它因为这个 我们讲说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规定 就是有关这个狩猎 记忆 就是记忆的部分 跟传统文化的话 还有字用 这其实在原本的条文里面有 那可是在目前的 这个我们讲说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 就是之前的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 是没有这个相关的规定 所以它基于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的 这个母条文的规定 他们后来在他们的这个办法里面 就是我们讲说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 特别增定了这21条之一 那里面就是规定说 当原民在行使这所谓的传统生活 在践行他的传统生活 或者是这个记忆的行为 记忆就是说在 记点 记点活动的时候 对 然后他们可以去猎取这个所谓的野生动物 因为那个原本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那可是他的这个争议点是在说 这一次立法委员他把所谓的制用 这个制用原本在我们讲说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没有 可是在原基法里面有 他把非盈利制用加进这个到我们所谓的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 让动保团体们非常的担忧 非常担忧 就是说我怎么知道你这个非盈利制用最后面会变成什么样 对 所以他们就很担心说野生动物会被打光 类似这种状况 对 所以才会在那一次的这个交手上面会蛮 炮火蛮猛烈的 然后在后续的 我们看到这两个礼拜后续的一些声明稿啊 或者说记者会都不断的去攻击这个点的原因是在这边 所以非盈利跟制用这个界限或者是要如何认定 这其实就凭法官的行政了吗 现阶段比较像是说那个执行执法单位 执法单位他怎么去看 那其实这个非盈利制用在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他属于就现阶段 我们觉得他其实当初没有在修在所谓的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 其实可以理解的是因为传统生活 他就包含了这一个区块 就是说自用的部分 对 因为他的像是说我们前阵子几个实际的案例在发生的时候 像是说为了母亲 就是那个网光录 为了母亲去打三枪这种行为 然后这个潘志强视线的这个部分 就是为了女方的家长 然后去拿三肉来招待 这种其实都是在他们的传统的惯系里面 一个他们这个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是说老人家要吃肉 因为我们都很多都知道说 因为老人家他会很 就是尤其是那种年纪很大的 他没有办法走到山里面去的那种 他们会没有办法忘掉那种小时候那种吃 我们讲说山肉的这一种习惯 那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习惯 然后今天他们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 他不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一环 他就认为说 你这个就是要为了你自己去使用 这就是执法单位 那可是这个部分就变成说 执法单位常常会跟法院这地方 法院有时候会认为说 这是属于传统文化 所以说同样在 我们讲说触犯这个 野生通文保育法 针对自用的部分 有些法院会认为说这是传统文化 有些法院会认为说 你刚刚讲的就是口腹之欲 对所以都会有蛮两极的判决出来 那所以我相信其实孔文纪委员 他可能就是看到这个现状 希望说看有没有办法在这个 野生动物保育法 就是执法者 他们在依据的这个法条里面 增列这一点 让未来这一种 我只是单纯是在践行 我传统文化的一个行为的时候 而触犯这个中华民国 目前的这个法律 然后甚至要被判刑的这种情形 对 那这样就会直接让听众朋友联想到 到底是哪一个法要放前面 可是我想一般的听众 其实经常收听法律访谈节目 也不见得知道原住民基本法 所以大家都在讲什么 这个法那个法 最后就是没有提到原基法 可是其实原住民基本法 才是一个大法 但是很少法官或者是执法人员 会想到他对不对 对这是目前我们从 其实原基法已经修到现在 已经从1995年到现在 已经超过十年了 可是不要说法官 律师也很多都不知道说 我们台湾有这个法 甚至是行政机关的那些公务员 可能也都不知道说台湾有这个法律 对那其实这就会变成说 常常我常常会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说我们的整个法治教育 或者是这个教育里面缺少了 这个多元文化认识的这一块 所以才导致说 今天常常很多事情在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那个是你们的事情 那我就不想管了 那才会一直会有这种 明明原基法就有这样规定了 而且已经十年了 那你怎么现在做出来的这种 不管说行政机关的执法 不管是法院的判决 都会好像都完全的忽略掉这一块 这是我们觉得蛮担忧的啦 那所以我们现在在 不管是说在教育训练的部分 不管是说在律师在做答辩的部分 我们会去提供一些比较具体的 就是说因为我刚才有讲说 有些法院他会踩 我们会把那些比较具体的理由 提供给律师们 就是我们的辅助律师们 或者是我们的专职律师 一直不断的去强调这个部分 其实台湾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那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些理由 其实都有 都有不是没有 所以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去主张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前 我这边分享一个 就是说我们现前在板桥那地方 那时候有一个 也是一个猎人 他是因为这个 违反那个枪炮弹药的部分 对那那个时候 我们派出去的律师 他不知道有一个叫做原住民族基本法 也不知道说 其实在102年台上5093号 已经有一个最高法院 都已经做延迟辩论 然后说这个行政机关 不可以预约法律的授权 其实都有很多很明显的判决 可是那个辅助律师 他是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他那时候 在第一时间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 他依照他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他的法理 他的法感情 或者他的这个过去的经验 来判断说 这个情节不算重 他就直接说 那就请当事人认罪协商 可是明明他之前有 他可能才几个月前 都会有无罪的判决 这种的 就是那个律师 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所以我们会在这地方 会赶快提供他 一个相关类似的 说过去的判决是什么 你在答辩的时候 可以怎么主张的资料给他 那这个就从这个点 就看到说 其实整个这个我们讲说 原民意识是非常落后的 就整个台湾的法治的这种层次 我觉得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啦 说到其实原民的法治 或者是即使已经入法了 但是一般主流的法治人员 或者是辩护人员还不太认识 这个属于原住民的基本法 那所以可不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一两个例子 就是以原基法成功辩护 或者是保障了原住民传统领域的 这个文化权利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呢 OK就是 其实我刚才有提到一个 就是102年台上5093号的最高法院判决 他其实这个是 这个先讲他的背景 他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 其实下得很妙 就是说 其实最高法院他原则上 他不会 他不会做延迟辩论 他只有在那种很重要的判决上面 就是说像第一个死刑的这种 死刑的这种非常高度的这种争议的案件 那可是在 在这个案件 就是他这个当事人叫蔡忠诚 在这个案件里面 他最高法院特别为了这个今天 因为他是枪炮弹药的部分 他特别为了这个案件 开启这个延迟辩论 这让我们很压抑说 他怎么会为了这种案件 进行延迟辩论的召开 那他这个案件是说 那个申请 就是我们今天当事人 他是持有那个我们讲说裂枪 那那个裂枪 他依照我们讲说 目前的这个枪炮弹药 刀卸管制条例的部分 他是属于自制的裂枪 那可是按照 你去申请登记嘛 因为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不是说要登记 对 那现在就比较妙的地方是在说 他下面衍生出了一个 就是警政署主管的 他是依照枪炮弹药 刀卸管制条例所修订的 叫做枪炮弹药 刀卸管理办法 他那个管理办法里面 把自制裂枪定义的是 非常非常严格的 他的自制裂枪必须要是那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早期那种电影里面 就是子弹放进去然后从前 从前面这样子塞那个火药 然后接下来再拿一根柱子 一直不断的去敲击的那种 就是你在做完一个 这个装填火药的动作 大概要五到十分钟的这种动作 对 那可是在 在就是在这个案件里面 蔡宗臣这个案件里面 他是拿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 那个有一种 你是可以在武器行买到一种 钉枪的敌火叫洗德钉 他是专门打钉用的 他就是一个敌火 他那个案件是说 他那个蔡宗臣 他拿那个敌火 作为那个击发的火药 前面放钢桌 他其实是一个 比较先进的方式 那而且比较安全 相对的安全很多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 应该没有狩猎的经验 那我们常常会在部落里面 看到很多那个 只有一只手没有的 或者是半边 就可能变独眼龙的那种 那都是常常是出现在 那个糖炸的时候 因为那个黑色火药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最早的那个 对自制裂枪定义的那种枪械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的火药量 如果太大 或者是你的枪管的 我们讲说 那个黑色火药 因为很容易残留 如果没有把它清干净的话 它就容易引起糖炸 糖炸就是那个 你的枪管会炸掉 枪管本身炸掉 对 然后接下来你看 你就是 他在手上他就炸了 对 然后所以那是非常危险的 那所以他后来很多的 我们讲说很多族群 确实那些猎人 他会 就是他可以在五金行里面 可以买得到那个喜德丁 就是我刚讲说 那工业敌火 然后来取代这个黑火药 他只要再装填一些 我们讲说 他只要装填少许的火药之后 就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那个是相对安全非常多的 而且是 我刚讲那个黑色的 那种黑火药的那种枪械 有没有 就是那种毛色猎枪那种 你可能装完子弹 那个动物可能跑掉了 对 然后可是那个 喜德丁的那种 他就是比较方便 而且比较安全 那所以其实有很多猎人 他会采用这个喜德丁 去取代这个 警政署定义的这种枪械 所以刚刚主持人 你问他说 他有没有去登记 他当然没有登记 因为那把枪是不能登记的 对 就是无法认定的 无法认定的 所以那时候 在针对这个案件的时候 最高法院他就认定说 不对啊 你警政署的这个规定 好像语法无据 就是说其实当初在枪暴弹药 到一些管制条例 根本没有 请你去怎么去定义 什么叫做自制裂枪 应该我们都认为说 什么是自制裂枪 就是我自己手做的 就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枪支 应该就叫做自制裂枪 然后不管他应该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进行了 很激烈的延迟辩论 在最高法院里面 然后后来在这个判决里面 最高法院 而且也做一个非常史无前例 就是他自为判决 他自己做一个判决 因为通常最高法院的做法 就是要不就是驳回 要不就是发回原审 可是在这个案件 他又特别自己做了一个判决 判决王光路他无罪 因为警政署今天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警政署他依据这个枪暴弹 就是依据这个5093号的这个判决 他特别去修改他的这个 所谓的他的管理办法 把那个喜德丁给列进去 是 所以后来喜德丁就可以登记了 对可以登记 那可是现在我们常遇到说 族人会反映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常常会有族人 跟我们这边联系 或者跟我联系 然后发现说这个喜德丁的这个办法 很到现在 那102 103年修到现在 其实还有很多地区的警局 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已经合法了 对 然后所以他拿那把枪 他说这把枪不能登记啊 他说明明就说可以登记 我们常遇到这种状况 那我们可能还要去解释说 确实现在法规已经修正通过了 他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这是一个 就是说这是针对我们讲说 狩猎工具的这个部分 那刚刚你讲说 那个传统领域的部分 对 其实在也是在102年左右吧 那时候有一个叫巷子 就是你知道 有去过日月坛吗 日月坛大家印象最深 就是旁边全部都是饭店 是 对 太多太多饭店 然后我们那个同样遇到一个案例 就是也是在一个 就是他因为日月坛是 他是属于日管处的 日月坛风景管理处的 他把一块地叫做向山的那块地 向是那个朝向的向 对向山 对 他把那块地要去做BOT 因为他那个是属于日管处的 那个我们讲说日管处 他所管理的一个范围 然后他把他游客中心 附近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地 要他们说是港支 可是那个 我们都知道那个根本不只是港支 那还包含说中支有进入 然后他就是要去BOT给那个财团 那那个时候就整个是 前面都很顺利 就整个就是要送还品的 那那个时候在日月坛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日月坛其实也有原住民 对叫少祖 虽然说他们的人不多 只有五百多人而已 对 那少祖他们就是反弹了 他说你们要做这件事情 而且向山为什么会对他们来说 反弹那么大 向山是他们祖先买藏的地方 对 很多都会买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那个是 就你看讲 所以那个是个圣地 他说在我们的这个 那么严重的一块地上面 对我们这个情感那么 就是我们讲说 他就是我祖先所居住的地方 你怎么在做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知会我们 完全没有 对 那所以那时候就抗议了 开始抗议了 然后在后来 因为那场那个 环品的时候我没有去 那现场环品委员就说 你们当初在做这个BOT的时候 甚至是说你们在做这个 我们讲说环缩书 环境影响评估这些说明书的时候 里面怎么都没有提到 原基法19条 原住民族的咨询统一群的部分 19条的规定是什么 就是说当今天所有的 21条 21条 对 他就说当今天所有的开发案 就是不管是说学术研究 土地开发这些资源利用 你必须要经得当地原住民族的统一 那今天就很清楚 他就是在少主的传统领域上面 传统领域就是他们 也就是原住民族土地 然后上面进行这个开发行为的时候 他是没有得到这个少主族人的同意 那所以那时候在环品这地方就挡掉了 他说你必须要取得少主族人的同意 你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就完全搁置到现在 就是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动的 两个成功的案例 其实我想主流社会会关注的还是偏少 那当然我们听陈明媛陈律师这样分析 那很多人恍然大悟 为什么有客中心旁边就没有饭店 是饭店要在湖边远一点的地方 那原来那里有一个园基法 在这个护卫着这个少族的楚音 原始的圣地 那所以回到原基法 其实原基法在95年拟定之后 后来经过了好几次的修改 那其实在访谈之前 陈律师有特别提到说 其实很多法官在裁定的时候 会以特别法或者是一般法的争议来裁夺 那所以原基法的定位 以原住民族的希望 或者是原始的精神 它是应该是怎么定调 因为常常他就被排除在外 譬如说我们优先以什么 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枪迫弹药管理条例 反正其他的什么各种法都可以优于原基法 所以原基法的位阶在哪里 会不会他其实只是很 这个知为末节 或者他位阶并没有那么高 我们讲法律的系统里面 位阶最高当然是宪法 如果原民的相关法律 原基法能够入宪的话 那当然一切就没有问题 可是呢 其实最多的盼望 其实是原基法能够被重视 因为原基法如果能够落实 它其实等于是 台湾十六族原住民的宪法 原住民宪法了 是不是 对 就是说现阶段 这其实对于一个 我们讲说就我来说 一个这个中华民国法律 训练出来的一个法律人来说 这是非常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因为 因为我们知道说 依法论法的话 确实这个原基法 在整个体力上面来看 甚至说就它的位阶来看 似乎都会没有办法去说服说 它的知语说 像是说今天这个森林资源的使用 知语野生动物保育法 知语森林法 事物原基法都会被排在后面 那我们就是现阶段再去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障碍的 就是常常会说 好像这个我们必须要把现行的 像是说野保法 就是野生动物保育法 森林法 这些要去修掉 我们原住民的权利才可以被保障 还有国家森林法 对 就是说都会有这个 就是刚刚你讲的 这个国 就是国家公园法 这些东西 好像要去 我们才可以去使用 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上面的一些资源 这些 那可是就回到说 原基法的这个 这个条文内容来看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说 这个原住民族 这个团体 它今天 它在这个 在台湾 或是在这块土地上面 它可以成为一个原住民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包含说它的这个 它的宇宙观 它怎么去生活的 它怎么去对待土地的 这个 我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的爷爷 他就是一个 一个 这个土 他就是整个 从头到尾 都是没有受过中华民国 这些的 污染 污染的 对 他其实那时候跟我讲 就是那时候他提到一个点 他说 他到 他到 他到现在 他已经过世了 他那时候跟我讲说 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理解 土地为什么可以买卖 对 这就是其实 这个其实在很多族群都一样 所以他们对于土地的观念 是一种共享的 就是你能够使用 你就去使用 然后 他不会认为说 土地可以拿来买卖的 其实这个 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 我想 这个不是西雅图酋长的宣言吗 就是说 你有看过吗 他不可能看过 可是那时候在 这个西雅图酋长 就是在美国的印第安人 他那个时候 那个华盛顿 跟他买土地的时候 他那时候也是提到 他说土地为什么可以买卖 就好像是说空气 水 这些东西你能买卖吗 这些东西你都不能拿来处理 因为 我爷爷他是说 因为我们人活在世上 就是只有这个短短的 这几十年而已 那你如果你在这短短几十年 你盖房屋 你说房屋属于你的 他说可以理解 可是你走了 土地还是在那地方 你怎么说你拥有它 对 这其实就是光是这个 就是原住民对于土地的思维 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原住民族基本法 他所有的条文 其实我们讲说回到最原始的时候 他的概念是这个样子的 可是我们看到说 今天在原住民族的各项 不断 就是说不管是说被 就是触犯国家法律的时候 我们去争取这些权利 好像是做成说 要包含说孔文集的这一次的 孔文集立委这一次的修摆也是一样 那个过程会让我觉得说 好像是说我们原住民的处境很可怜 求你可怜可怜我 求你给我这个东西 求你国家高台贵手 不要再罚我们 类似这种状况 可是应该是转过来是说 原本我们的这些权利 包含说这些智慧 是被你国家给剥夺掉的 就是说我们对于土地这个 你一到命令下来 所有土地全部冲归国有 对 然后让这个三老鼠 让这个财团不断的进入开发 然后接下来再说 那全部都是原住民的事情 我想那你们怎么会这样子讲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你国家的权利把我禁止掉 然后再放任这些 我们的外来者 不断的去侵夺这一片的资源 像是我们那时候 在周祖这地方 我们的那个头目 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很有名的蜂蜜案件 那时候就是一个外来者 他去把那个 在我们传统领域上面的 这个野生的蜂蜜给带走 那头目它是一个 我们就说他是一个领袖 他必须要去捍卫这个猎场的完整性 那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 那个蜂蜜拿回来 他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的传统领域 那可是那个头目的下场是什么 强盗罪 被中华民国政府判强盗罪 然后跟他说 你们想讲那个什么 就是说这一套法律 我们中华民国这一套法律 到玉山也是这个样子啦 你们讲的那些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就完全的这种文化冲突 那可是头目是寄与力争 那问题是最后面它已经过世了 可是最后面还是一个强盗罪 那就变成说 你今天国家没有办法管 那我们来管 你们不要 那你们担心 就像是今天那个动物研究社 就是动宝团体 他们担心说那山林之源会被你们全部抢光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导音为果 确实 确实现在有很多的 我们讲说有一些部分的猎人 或部分的族人 他可能会去盗罚 可能会去盗财 盗猎 确实会有这种状况 这不能否认 可是这些状况 不就是因为传统的这个规则 被你中华民国政府给架空了吗 那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对于我们法律人来说 尤其是受过这套训练 是很挣扎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追求 我们现在所希望的这个 不管说原基法能够落实 甚至是入宪这个东西 跟目前现阶段所面临到这些状况 似乎是一直都会有挣扎跟冲突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原基法能够落实 那原住民族能够自治 然后这些我们目前所遇到这些状况 都不要再出现 对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事情 说到这个传统领域 那说到原住民族自治 我们就会联想到封年纪 因为往往原住民最受欢迎的时候 就是封年纪 因为它是一个观光资源 它是一个观光亮点 它甚至是政府部门对外的主力观光的行销 那所以呢 我想很少听众朋友知道 这个台湾各个原住民族的封年纪 其实是站在春夏秋冬各个季节 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被集中在夏天 那再过一两个月 今年的封年纪要登场了 其实封年纪里面会抵触到法律 或者是法律又进来汉阁 管东管西的好像也还蛮多的 对不对 对相当多了 尤其是 其实我也搞不清楚 就是阿美族 就可能讲阿美族的那个 我们所谓的封年纪 它其实叫做以理性 理性是指的是禁忌 在阿美族语叫禁忌 它其实就是一个要去做禁忌的事情 那为什么是集中在七八九一 其实我们很好奇 可能因为海东部海边 然后夏天这样 热情 那我知道说 我知道说很多族群的这个祭典 其实早前时候是中断掉的 可能因为宗教的因素 可能因为政府的因素 或者是他们要转移 就是说传统祭典 到底要怎么跨到现在这地方 跨不过去 那所以我知道早期很多祭典是中断掉 那后来政府有会 就是 就是我觉得比较 对我来说也是挣扎 也是一种 也是过不去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祭典 它的举办是因为 政府资源 对 还有包含政府资源 就是说你去办 我就给你钱这种 非常谢谢法律辅助基金会 法务处 陈明远 我们邹族的帅哥律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本节目是由 国立空中大学及财团法人 法律辅助基金会联合制作 法律辅助基金会 是由司法院捐助成立 在全国设有多个分会 专门为弱势民众提供法律协助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 欢迎拨打 法福会全国法律咨询预约专线 法福全国七码专线 4128518 412帮我一把